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页面是我们的账户的余额 包括LP1、LP2、LP3和CNY余额 交易时点击中间的付款 输入密码后会出现付款码 商家设定交易金额 扫描后完成支付 简单快捷 如需充值 来到合作商家支付现金给商家 点击右上角的CC充值出示二维码 商家直接扫描帮你充值 方便快捷 商家页面 可以查看附近合作商家 点击上方的小三角 可以筛选商家类型 最后 我的信息界面 我们可以设置GLC 优先支付账号 通过在列表中移动账户顺序来确定付款顺序 系统会将列表中的第一个账号为默认付款账号 查询消费记录 CC充值记录 商家申请 商家申请 我们需要在网页上打开 merchant.gpay.gl 打开网页 点击一键入主商家 按照要求填写商户信息 商户名称 商户地址 商户具体地址 商户联系电话 选择商户类型 餐饮 酒店 或者医疗 并上传营业执照 点击下一步 按照要求填写法人信息 法人名字 证件类型 身份证或者护照 填写证件号码 法人的电话和邮箱 最后上传法人的证件正面照片 然后下一步填写推荐人信息 推荐人账户号码 名字和电话 下一步提交成功 我们会尽快审核您的信息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访问你的商店 确认信息 如果信息正确 会通知你的商人身份 账号和密码 回到Grant Pay 推荐商家入住能获得提成 为商家流水4%的提成 LP3和CC各4% 在我的推荐里面 可以查看我成功推荐入住的商家 提成名细 商家分红 最后可以在设置里面修改我的密码 商家端 前面我们讲解了怎么入住商家 审核通过后 我们在App Store下载 Grant Pay Merchant 安装打开登录后 进入我们的商家端 我们点击收款 设置收款金额 市场价格100元现金 会员支付48元加23.09 确认后扫描会员出事的二维码 完成交易 方便快捷 商家可以为会员提供充值CC服务 会员给到商家现金 商家扫描会员的充值二维码 或者手动输入会员账号 为会员充值 在收益报表里 可以查看我们的每周的 每月 每年的交易报表 员工管理 我们可以左上角添加收益源 设置收益源的姓名 账号 登录密码和二级密码 是否开启给会员充值CC的权限 确定添加 添加成功 在收款记录 查询所有的收款明信 可以按日 按周 或者按月 来筛选查看收款记录 最后进入我的信息面板 进入我的钱包 查看LP3钱包和MYR钱包 也可以选择提现 在账单里面 有所有的收款记录 可以通过时间筛选 来查看记录 快捷且精准 报表 员工管理 前面有介绍 不再重复 推荐和修改密码 与会员端一致 也不再重复 最后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意见 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号 我们会第一时间 为您解决您的反馈 您的意见 是我们前进最大的动力 好了 我们的讲解就告一段落 再次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对隔绝 一如既往的支持 感谢大家